第十一題 天平的兩側以輕繩懸吊者重量 分別為W1公斤重 W2公斤重和W3公斤重的三個物體 且保持平衡靜止不動 以知各物體懸掛的位置關係如右途所示 假設天平的兩倍重量 及支點接觸面的摩擦力皆很小可以忽略 支點支撐天平兩倍的重力力量為F公斤重 则下列關係是何者正確 這是一個盡力平衡的狀況 盡力平衡必須要合力等於0 所以向上力要等於向下力 向上力是F 向下力有W1 W2跟W3要加起來 那麼要相等 所以F等於W1加W2加W3 第二個要合力矩等於0 就是順時鐘力矩要等於逆時鐘力矩 我們的F呢有通過我們的支點 所以它並沒有力矩 因為它力必是0 那麼W3造成的是順時鐘力矩 它的利幣是3 所以順時鐘力矩就是3W3 這叫做我們的順時鐘力矩 W2造成的是逆時鐘力矩 它的利幣是2 所以2W2 那麼W1造成也是逆時鐘力矩 它的利幣呢是2加2是4 所以它有個4W1是逆時鐘力矩 這兩個加起來就全部的逆時鐘力矩 要等於我們的順時鐘力矩 所以4個W1加2W2等於3個W3 因此第11題問我們說 則下列關係合適合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B 4W1加2W2等於3W3 4W1加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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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